酒精店内明亮灯光 乍上一排排崭新商品 有饮品 食补 茶包 看起来就像是一家 走时尚路线的复合型商店 后面上成立了很多茶包族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茶饮品店 但是我们往这边看 上面其实是一个传统的中药行 透过多元复合的经营 达到转型的目的 各式各样的花茶茶包 有不同方向用法 实体店面直接摆设 店内装潢新颖 灯光明亮 不少员工正忙里忙外 这家桃园连锁中药行 由第二代简先生接班 有关于传统中药行 面临生存挑战危机 简先生融合了食补保健概念 搭配现代化的行销手法 将家传中药行转型成功 这样的改变 我觉得是一个突破 突破不是说你去换一个包装 你要去突破这个思维 你要去跟上一代 你要去沟通 你要让他知道 你为什么要做这些改变 那我们当初我就其实 我给他看了很多不同的产业的 一些转型的一些好的案例 田先生老店重申转型 将中药行打造食补保健 搭配礼盒行销包装 电商行销因应 但毕竟仍有传统中药行 面临极大挑战 目前全台湾约有7000多家中药行 数量只有全盛时期 15000多家的一半 而且平均每年六七百家在收店 从以前早期可能舅舅破破 甚至很多装潢都不敢去更新 但我们一直在不断更新 我们自己的硬仪设备 对 包含我们会放一些 像小冰柜这种东西 然后让我们进来的消费者 他可以看到我们的第一个 主要的商品 我们要把我们的商品 去做得更好 更完善一点 那新鲜度也是要足够 尤其是1993年要设法修法 限制以当年2月5号之前的 合法中药行业者才可以继续经营 中药商2018年群起抗议 原因在于25年来 没合法一张新执照 虽然2019年卫福部公告 从事中药行输入输出 批发零售业务 两年以上的业者 休息中药课程达162小时 可以经营中药贩售业务 至今核准了3700多人的证照 但是传统中药行还是接连倒闭 发造情况不如预期 传统中药药师这一块 在药师的这一块 能够把中医的药方更熟一点 跟中医的处方先放弃更熟 那目前这个领域是 应该 应该是意志是 对手 护理药师跟辅助的 一般我是在 不管是从政府家 或者是说在学界端 其实都没有学生的人才 中药行未来 以及少丑化冲击 中国医药大学的 中国药学技中药资源学系 日前一度传出停招 但校方出面澄清 没有招生问题 而且停招跟事实不符 每年都会针对细手讨论 有必要就位调整 澄清停招传言 整个台湾在中药行 这个产业的发展 确实随着时代的不断的演变 而让它的整个产业的样貌 有别于以往 整个中药行的一个发展上面 可能也要做一些转型 才能够办法去因应 现在新的一个时代的一个变化 那这里面的转型 其实我们是建议说 整个中药行事实上来讲 可以把它除了中药行的 这个传统的这个业务以外 可以事实上也可以把它 是不是转型成一些 伴手里的这样一个行号 那这样子的话 也可以让观光客 有一些选择 我们现在在分析母属的 上级的一个sample 系组出路变化多元 加上少此话冲击 中药行出路面临挑战 业者转型求生 多方手法盼望拼出中药行 崭新面貌 TBS新闻六号来明 台北财报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